如果我們將市民中環作為一個動員民眾 去行動 去抗爭 去爭取民主 變成我們的力量 為什麼市民中環有機會會贏 是因為民眾動員出來 如果我們貪污中環 甚至可以變成一個罷工 全國總罷工 變成實際上的real power 就是香港的管治權實際的力量 就是在民眾中 因為民眾已經動員出來 是不承認這個不公義的政制 所以其實我們能夠動員到這麼多人出來 其實這個佔領中環的運動變相 就好像一個 如果能夠鼓動更多人 更有意識地重新討論 無論是普遍的問題 基本法的問題 甚至是社會變革 經濟上的變革問題 變成就好像有一個雙重政權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你能夠動員到市民 這班市民是民眾開始去思考 或者開始去決定更加深入的問題 而我的期望就是能夠 即是去不斷不斷 是能夠去鼓動到更多人 即是更加前進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同意你的目標是有很多群眾出來之後 接著可以建立一個所謂的人民的政權 總之就是不需要你基本法 我當你是這樣也好 但我當是這樣 現在我就回到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今天有多少人 即是我們整個佔領運動 你一定要那個議題 因為大家都share的議題 你的議題越是豐富 即是內涵越豐富 你得到更多人去認同你的議題的機會 就越少 這個純粹是計數現實 即是你能夠拿到 因為你的基礎是建立在你有足夠的人數 成為一個人能力量 但是如果你提出來的議題 本身只是很少人會認同的話 我如果要爭取到更多人 在一起的時候 我反而就不是拿越多的議題 我要反而拿大家的共同的議題 都接受的議題 那我才有機會可以拿到 那個足夠的人民力量 我純粹只是說很現實 我定同你所說的東西 但我現實如何操作呢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謀言 即是我們因為要所謂 如果大家很喜歡傳聞 所以因為我們要顧及不同階層 所以我們就要找一個 找一個 例如LCM 找一個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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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是謀言 因為我們從社會學 人口上 尤其是香港做一個越來越N型的社會 實際的人口上 就越來越多 是 我同意 但為何今天是這樣的 今天這個會是這樣的 即是現實 剛才我說的三號 就是大部分的人 就是他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第二他覺得無關 第三他覺得無力 我們怎樣能夠 可以在現在的時間 組合成為了 那個是實際 這麼多人 人數大部分 都是你所說的階層 但是為何會有落差 為何我們今天不是三千人在開大會 所以其實我覺得 重點就是 如果我們過去的經驗 就好像拿HCN的策略 就是 現在是用這個策略 就是 現在的佔中 主要是這樣的策略 就是因為 用了這個策略 令到 好像有些人 有些人覺得 不明白 即是你經常說暴雪 那暴雪可以吃飯嗎 就好像民意經常說 我們不搞民心 不搞民主 我們不要搞民主 要搞民心 其實這個是明明民心和民進 一塊 但原來可以給民意 那有什麼具體方法 我們想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在佔中的宣傳 可以有一個重新定位 是能夠有更多的資源 或者資料 就是針對著 我們是怎樣連結 即是基層的所謂 我不是一個宣傳 可以解決的問題 即是你如果 他都覺得無關的事情 我怎樣令到他覺得有關 這個 我就算 我賣 我好像 我當我有幫說 出聲 有這麼多錢 我連續十天賣 所有報紙 賣完全版廣告 將你剛才說的訊息 我寫下來也好 我能不能說到那裡 我想是 剛才他講的 其實我有一個例子 反對國民教育的時候 也有這一個主辦 反國教育大聯文 他們都提出過 國民教育這個行動 如果要更加多人參與 我們就不能把這個運動 將來政治化 因為大多數參加的人 都很厭惡政治 如果我們提出政治的話 即是太過尖銳的話 大部分人都會走 所以 但是 反而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 十幾萬人每天去佔領 然後 然後 有人 有越來越來越多人 叫五黑檢 叫梁振英 下台 大家參加過群眾運動 已經慢慢去激進化的時候 已經政治意識去提高 即是想改變現有的制度 但是 反國教大聯文 就很質疑 就說 我們一定要 如果太過政治化的話 就會影響到別人參加的時候 反而 他們是變了 壓制著 那群眾運動 激進化的一百人 例如 有人 很具體 就是 有些學生搬過六四女神像過去 他們想將運動 即是跟六四去相提並論 即是越來越政治化的運動的時候 他們就說 如果有六四的話 就令到這個運動 政治化 那他們就不支持了 我們也提出 需要連結到 要求五黑檢 最少人五黑檢 和梁振英下台 那這些口號 他們大會下面是有人在喊 即是下面我們一路派單 下面有人在喊 這些口號 上面的主辦單位 他們是不支持的 所以 反而是 下面的群眾 是比起領導 那些人更加激進 那現在佔中的人都是一樣的 即是 我覺得是有這個情況 就是 現在尤其是政改方案 一出的時候 66%的人支持公民提名 即是 就算你說公民提名 不是一個 最理想的方案都好 即是表示 其實這是一個政治的表態 就是66%的人 都算不妥理理非 即是說你提出這個 說一定要愛國愛港的特首和候選 我們仍然有66%的人 反對這一點 所以 現在其實 我覺得2014年一定激進化的了 即是 就算 所以也解釋到 為何很多的人 現在對佔領中環 好像說 譬如說 好像深淡 或者佔領中環 現在不參加元旦遊行 他們覺得跟不上現在的群眾的情緒 就是 現在都是群眾越來激進化的時候 我們都 如果是繼續維持著 給民主黨 和公民黨 他們這樣的情況 去壓制著運動的話 我就看不到運動會有什麼前途 所以我覺得 剛才你說的不是宣傳的問題 或者不是行政上 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都認同 這個是 群眾的意識要去改變的話 我們是 我覺得要去 現在的香港的運動 譬如民主的運動 而是中產階級的政黨領導 這個是我們 我們就 很公開說 我們就是鬥爭的了 我們認為如果這個運動 我們再是見到民主黨和公民黨的領導 然後他們在政改方案的時候 又再密室談判的話 我們就繼續揭露他們 因為就是他們現在 但是有些事情 是阻礙著民主運動 繼續激進化下去 我們就要將他們 再次出賣民主的成本 你覺得那個激進化就是 白公白屎白夫那種 其中一樣東西 這個 還有 保選的訴求 還有 訴求是要政治化的 但是你可不接受 全民投票的結果 例如 假設 你們提出來的 低文化的全民投票方案 都可以全民投票 又假設 湯家驊的方案 又拿出來全民投票 然後 香港市民要了 湯家驊的方案 那你怎樣 全民投票出來的 我當 有100萬人 或10至200萬人投票 然後就是 60%以上 支持湯家驊的方案 那你怎樣全息這個結果呢 我便覺得 如果搞電子公投 上次特首性 我覺得沒有什麼代表性 你當我們有一種公投模式 我便當自願慈悉公投 當自願慈悉公投 就是做這件事 我先不要理會那個方式 那是一個公投結果 如果是有認受性的公投結果 那你怎樣看公投結果 如果是大多數人支持一個最保守的 湯家驊的方案 當然 你在選舉的過程中 你儘量動員人 不支持他的方案 支持你們支持的方案 輸了之後 你都可以說 我仍然不支持這個方案 但是你會不會再進一步的 組織佔中行動 去反對這個方案 假設這個方案 又被北京接受了 你的意思是 如果電子公投投出的方案 北京又接受了 這樣的話 我不會不明白你的公投 總之是公投 就是一個具有認證的公投方案 如果北京接受了 我們投出的公投方案 現在中共便會接受安排 我們是否就算了 不是參加 我就想看你們的組織 就算是這樣的 我們不會做的 因為不會改變任何 但是那是全民投票的結果 那是全民投票的結果 你怎麼看全民投票的結果 一路都不可能 當是 我們現在說的理論 是相討的理論 太太理論 你不能夠不面對這個理論上存在 你社會主義也是一個理論 是否 如果是 如果是 其實我們怎麼看 就算你搞任何一個公投 或者政府很厲害 跟人說 我現在讓你搞公投 政府官方搞公投 都是說你在選民 是一時一刻 好像是一個snapshot 對 但民眾的意識是不斷變的 我們會 如果我們會做甚麼 你繼續抗爭 我們會繼續 當民眾發現 原來我選出來的方 我們會繼續強調 這個方法是最終會出賣民主 或是民眾 我們發現 借主人要不斷再建立 讓我們尋求更加… 其實沒有人壟斷佔中 佔中任何人都可以去佔中 走出來都可以佔中 所以佔中不是屬於任何人 所以其實也不需要 你便去搞 我其實完全是 準備了便去搞 不過只是說我搞不搞 如果我假設我接受了湯家驊方案 我便會加入你們 但很多人會加入你們便去搞 這就是各自的選擇 到最後都是一個各自的選擇 如果假設 你剛才說的 其實如果是湯家驊方案 是人民去接受的 但好像剛才提到 這個就是那一刻的意識 群眾意識是決定了 但我們知道的就是 就算這個方案是接受了 但最後 實際上我剛才說的社會上 那些問題是不會解決的 對到這個之後 群眾是會吸取他的教訓 而是繼續… 我們說會繼續鬥爭 我們會說 我們之前已經警告過 這樣是不能夠改變社會 所以我們認為 需要繼續有更加進取的改革 改革 我同意轉 但我只是說回那個困難度 昨晚我們在天橋上 用了兩個小時 過兩小時 六個人 七個人都 和一個毛家姐 說了那麼久 最後她是支持 不是不贊成接觸 結果是… 即是她不贊成用… 即是她未必是站在 你所意識的那種群眾的訴求 當然這就是那種無力 或者那種無關強烈的感覺 即是我所講的困難度 我不是… 我其實反而很欣賞你們去面對 一個這麼難的局面 你們都肯去投入 心去做一件事 不過那個難度是很高的 我只是在說 你真的需要一個一個人 把她的意識上的改革 提升 是一個很… 有時候我又少少覺得 即是你說反國教 台上台下 行動 在群眾運動裏 我又覺得大家也會小心 在群眾運動裏 那個意識 是否真正符合你們想想的 那種意識 他們可能的意識 是一個… 都可以是那個snapshot 裡面 而發生的那種意識的看法 他們有沒有那種能力 他們不必有 像你們那樣強的能力 其實你們能夠搞到 今天商討的時間 其實是一個很有能力的 才能做得到 我… 這是可能我悲觀的地方 就是… 都不是應該我都是樂觀的 就是… 我們有大家一度 去做這個工作 但前面 要它能夠改變整個社會 對於很多社會公義的數目 是… 真是一種很… 需要很細密的工具 真是不是賣版廣告 你都是要做一個很需要的 尤其是香港的社會 是… 過去… 可能你們的分析 都有一定程度 對的 就是… 資本主義制度 長久以來的那種… 你可以說麻木性的很多人 他們的看法 他們覺得根本要去改變 他們的意識 其實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 就是怎樣去體重 不要去到你們說的層次 只是在… 在… 在… 在一些… 的… 社會議題上 走為… 中間偏左一點點 都不容易 所以… 這是一個困難位 我… 我不是說… 我… 覺得… 大家不應該自己去做的 其實只是… 是… 是… 是不容易的 那種… 其實…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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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了香港大教會所 對於… 貧眾意識的… 一些… 比較… 悲觀的… … 或者… 分析… 其實我… 因為… 整個社會貧眾意識的改變 當然… 不是說… 突然間… 好像變魔法那樣 一聲… 立即變得很激進 或者… 突然間… 一百八十度去大幅改變 而是… 但問題… 是… 群眾意識的改變 都不是一條直線去發展 它不會說… 每日… 每個月… 我們可以計算到它 會改變到多少 當一個… 危機… 或者一個… 鬥爭運動… 真的發展到出來的時候 群眾意識是可以… 特地改變得很快 就是… 我們有很多外國的例子 我們可以參考 但是… 我們也可以有香港的例子 譬如… 我們以前… 我忘記了… 是… 2011年的時候 曾經有… 譬如說… 巴士司機的罷工 其實我們當時去參加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人… 即是香港… 普通群眾對於… 那一次巴士司機的罷工的反應就是… 如果巴士司機又在那裡… 要加薪… 貪不無厭… 阻止我上班… 阻止我出去… 等等… 其實當時… 對於… 在罷工… 單單是說… 罷工這件事上面… 香港群眾對於… 罷工這一個… 的程序普遍都是負面的… 但去到今年的時候… 不知為什麼… 可以說是… 可以說… 我們沒有人意識到… 會突然間… 即是… 去到今年… 罷工的時候… 我們突然間見到… 整個社會的意識是… 竟然是… 那麼… 支持罷工… 甚至乎… 是… 已經… 有人… 去認同… 說出… 階級鬥爭… 這些… 的概念… 這個… 其實是… 見到… 群眾意識是… 默默地去改變的… 它不會一下子爆出來… 說… 走出來… 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的意識改變了… 而是說… 他們的意識已經在… 運行… 即是… 在底層已經是… 開始慢慢地去改變… 甚至是… 已經改變了… 我們需要的是… 一個… 契機… 一個運動的契機… 去到… 將他們的意識… 已經改變了的意識… 引導到… 這個… 成為一個運動的力量… 至於… 剛才… 我剛才來的時候… 戴教授說到… 就是… 基本法框架等等… 法理基礎… 這些困難… 但是… 的確有這些困難… 但是… 這個困難… 其實… 其實… 可以… 並不是我們的困難… 而是中央政府的困難… 因為實際上… 這一場運動… 真真正正… 到最後… 這一場運動… 勝負… 的決定性的因素… 始終是… 我們和阿爺的力量… 對比… 只要我們的力量… 能夠… 迫使阿爺… 迫使阿爺… 接受的… 這個法理基礎… 其實… 不是我們的困難… 而是中央政府的困難… 所以… 假如我們是有一個力量… 去逼使… 即… 中央政府… 意識到… 他們… 與其是… 壓制… 這個運動… 與其是… 鎮壓… 這個運動… 反而… 它去… 接受… 我們的條件… 接受… 我們的訴求… 然後… 再去… 改變回他們的… 基本法… 也好… 改變回他們的… 法理依據… 也好… 去迎合我們的… 訴求… 而不是… 我們… 去幫阿爺… 想起… 我們怎樣… 去迎合基本法的訴求… 我們怎樣… 形成一個… 法理的基礎… 因為… 始終… 與其是… 法律問題… 不如說… 實際上… 是一個… 政治力量… 對比的問題… 我… 同意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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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 都不會… 佔中行動… 就是… 希望… 透過行動本身… 或者… 甚至不是… 在佔中的… 那個… 具體的… 佔領行動… 之前的… 做的… 商討… 和… 全民投票… 其實… 本身都是一種… 政治的… 運動的一部分… 那… 都是一種… 意識的… 就是… 塑造的過程… 嗯… 你說… 都… 你… 那個… 基本法… 那個… 的… 傳遞… 如果… 如果… 北京… 真是… 原諒…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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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此… 所以… 也是… 力量的… 一個… 一個… 的… 一個… 不過… 只是我想… 如果… 在… 人家身上… 即是我… 連… 你… 就… 連… 視乎你想爭取的程度在哪裏 這是從策略性的問題 不是說你應不應該爭取 當你應該爭取的東西 現在從一個策略性的 是否在一個階段就要取得 從不同的階段去想 會不會都可以有部署上的東西 如果在這個階段 我們說的是民主普選特首的制度問題 我們將焦點只是斬中在那裏 而在那裏爭取作為一個缺口 然後大家再在以後的運動中爭取 就算是湯家雲方案那裏 起碼也有個起點 以後就繼續去爭取 當然這不是我支持湯家雲方案 我純粹舉個例子 如果是這樣 不如現在我們就去第三點 關於佔領之外 我們需要提出什麼的抗制策略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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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